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欢迎家庭系列 我们在分享到说 和家人的相处 其实和人家人的相处当中 大概跟我们最长时间在一起 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 跟父母慢慢结婚了 独立出来长大了 那孩子 孩子也会长大 有天他们也会出去独立 真的我们说老伴老伴 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以跟我们长时间 真的长时间在一起 如果可以真的长时间在一起 那是一个福分 那表示两个人都很健康 都可以长寿 才可以长时间在一起 那我们怎么样跟另外一半在一起的生活 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的生活 是享受而不是忍受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我们怎么样进到神的心意当中 和你分享这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是圣经里面对婚姻的一个定义 他说他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意思是什么 那意思是说婚姻是一个约 那个意思是说 你看我们在结婚的影响去 在那个结婚证上盖章 盖章的时候好像是个约 立约 但如果是一个约 就好像你买房子一样 你签约了 你就不能够随便毁约 如果你签了约 就要负责任的 因为那是我签的约 所以签了约 我就要旅行这个约 在电视上很多的现代戏里面 时代剧里面 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都喜欢到教堂里面去 教堂的婚礼很美 有蜡烛 有鲜花 有很美的音乐 然后新娘的白纱 男的帅女的漂亮 大家都很羡慕 可以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 但是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 神前礼约 在上帝的面前礼约 求神帮助我们 在神的恩典当中 既然是神前礼约 你就要知道说 上帝对婚姻这个约 祂的看见是什么 祂的看法就是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求主帮助我们 当然可能 在面对婚姻的过程里面 每个人都有难处的 每个人都有难处 所以两个人怎么样 一起同担重担 婚姻里面 如果我期待 我嫁了一个人 或我娶了一个人 然后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其实那是童话 那是童话故事 婚姻里面本来就有难处 而且如果两个人真的同心走在上帝的祝福里 很多的时候那些难处反而成为你生命当中 很美的一些回忆 那个美不是因为一帆风顺 那个美是两个人牵手一起走过 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 我的癌症在化疗的那段时间里面 我被隔离出来 而那段时间里面 唯一在我身边的就是其美师母 只有我们两个人 连孩子因为怕感染 连孩子都被隔离出去 可是那一整年的时间 其实是我们结婚快三十年 所以我们结婚已经快三十年了 在那个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当中 大概唯一一段 我们可以这么亲近一起走过 所以前面师母常常讲说 得癌症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对她来讲她还蛮快乐的 因为她的先生在她的旁边 真的 二人同心牵手一起走过 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 这是一个很美的祝福 祝福你走在婚姻的约里面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